进了洞房,新娘就要露一首了。 这件堪称世界上最小的乐器——口琴,对于萨拉族,这种乐器对年轻姑娘来说还有着一种更能浪漫的用途。 女的就坐在长头上,她开始弹口弦,口弦她这么一想,诶,这是什么声音呢?我弹着口弦,这个时候男的到女的耳边去,接下来连着已经挨得很近了,因为这个口弦啊,声音很小,所以她这个弹的时候声音很小,男的又一直到她跟前去听听这个声音,她不是挨着头,一看挺不错的。 这是他的丰富多次渊源流畅的民族文化 只能以口头传播的形式在这种 民族的花图 我是这么认为的 民族的花图 多人的歌谣 音讯的故事 悲壮的历史 理想的浪漫 这就是他那民族的口头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